海星中学庆祝创校64周年举办了校庆运动会 从幼儿园到高中部各班创意装扮进场 展现学生的青春活力 而运动场上除了体育校对他们有杰出的表现 一般学生也有机会可以大选身手 全校师生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 展现了海星中学的热情和勇气 海星中学64周年校庆运动会盛大登场 首先引领运动员进场的是海星制服Q版人偶 看着他们可爱的步伐为运动会增添了青春活泼色彩 而各个班级的创意进场更是让人拍手叫好 有裹酒声面对教育会考而降落的文昌君助阵 有结合原住民舞蹈的热情奔放 更有幼稚园稚嫩可爱的班呼 都让在场贵宾和全校师生欢呼尖叫 今年的开场秀是安排了在这一次花莲献运当中 荣获16面金牌的田径队同学带来精彩的体育表演 今年是我们64周年校庆的运动会 那一样跟往年一样学生发表他们的 用他们的创意来庆祝校庆也展现他们的活力 那今年有的班级是用这个迪士尼的白雪公主 来展现他们班的活力 那也有七年级的小朋友用纸箱子做了一条龙 所以也会有五思五龙的这个欢庆气氛 学生充分发挥他们的创意非常好 那我们学校一直有运动的团队 那其他的同学也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运动方面表现自己 让学生全方位的全员的发展 校长陈海鹏表示 海星中学培育学子多元式性发展 在各项学科、技艺竞赛还有运动赛事 都有非常亮丽的成绩 尤其今年成立第一届运动休闲学成 结合了专项运动、户外休闲活动 还有食农教育 培育花东地区的休闲运动类专门人才 今年杭州亚运卡巴迪代表队当中 有四位就是海星的校友 海星中学可以说是国家优秀运动员的培育摇篮 一年一度的海星运动会 不仅展现了班级团的精神 更凝聚了班级士气 师生们一同共好 热爱生命也彻底发挥了无输了的教育精神 记得留意欢迎新内向报道